路边的水泥车整部车身倾斜 让来往路人忍不住发生惊呼 而仔细看 水泥车的左后轮整个陷入地面 这起事件发生在今天中午 根据水泥车驾驶表示 他是污水下水道的下游厂商 半年来都开这条路进出 没想到今天中午经过 地面突然破了大洞 让他左后车轮下陷 甚至还压垮了一旁工厂的围墙 对啊 就是这样子 就是好像我们平常走路平平的 对啊 一下就下去了 路边我看到监视器的时候 这样没中间 车到下来 怕到 以前有一个枸你怎么知道 这条围墙就是最枸 多久之前盖起来 这条应该差不多 差不多30年左右 而顺着地面的破洞往下看 发现原来道路的下方 竟然有着一条宽达1.6米的大排水沟 根据住户表示 这条排水沟加盖成道路 早已经超过了35年 随着去年巴西街的路口拓宽 有越来越多的大型车辆出入 可能是加盖的路面 年代久远不耐重压 才会有这样的意外发生 在去年的时候 就是拓宽之后 不晓得的 就是不知道这个路空的人 会挂车 所以导致今天 这个南阿公车整个搬下去 这些情形 希望就是我们新北政府 相关单位 可以这样子来替我们百姓 来争取 就是说我们这个重新 要来检修 我们这个所有的加盖 这个大排 来保障我们这个市民的 市民财产安全 而立展也表示 去年在跑步路面时 就已经发现大排上方的道路 有下陷或破属的状况 而水利局也曾经 针对整条大排上方的道路 做过完整调查 没想到等不到修复 就发生这样的意外 而立展也呼吁市府 要重视这样的问题 不要让类似的公共意外 再次发生 记得陈伯伟 淡水采访报道